我就不明白了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是不是已经疯了呀你 佳佳 佳佳 你先冷静一点 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说的这些 难道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我跟你说明白了 这就不是我想要的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佳佳 小心 小心 小孩哦 什么孩子 根本就没孩子 你 你 你说什么 你 根 根本没有孩子 叔叔 你 你老老实实跟我说 叔叔 你闭嘴 你说 是不是根本没有孩子 老 老爸对不起 你 老爸 我错了 你 你 老爸 别跟着 不许动 叔叔 不许动 离我远点 我 老爸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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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什么也别说了 先想办法补救吧 怎么补救啊 我爸现在又知道我男孩子骗他 我们没办法 咱们离婚吧 佳佳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婚 现在不离婚能怎么办呀 不离婚我怕他能缘 老伴 老伴 你好齐医生 我是咱们院看的编辑我姓袁 你好 请问您找我有事吗 是关于您那个画册的事情 之前画册的推广力度非常大 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 这期院看想给您开一个专题 可能要问您几个问题 耽误您的午休 对不起啊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你是怕叶医生有意见是吧 没事 我跟她请示过了 她不会有意见的 真的很抱歉 我那边还有事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 我先走了 再见 齐医生 这什么情况 这家 我们还是找华姨帮帮忙吧 上班时间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工作 下班之后 咱们俩一起回家 别担心 别担心 就算有天大的事 都由我来顶着 千万别再出差错了 那我就这么发了啊 发吧 好 副院长 叶老师 齐欣 找副院长 你那个采访做完了吗 什么采访 院刊准备给齐欣出一集专访 还说要征求我意见呢 那是好事啊 借这个机会 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也讲一讲 你做常见媚小册子的时候 都遇到什么问题 你是怎么想的 越具体越好 这都是宝贵经验 副院长 我不想接受采访 为什么呀 你这个机会是很多人努力 都争取不来的 我还是想 还是想要把时间和精力 都放到工作上 这 那你来找我 实际上说这事 这 别轻易放弃 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回头给他们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情况 好 谢谢副院长 忙去吧 叶老师那我先走了 现在这样的年轻人 已经不多了 勤奋踏实也不张扬 既然在儿科 他已经做出成绩了 就想办法把他留下吧 还得考察考察 怎么回事啊你们俩 怎么又吵架了 怎么回事齐心呗 这事还没过去呢 哪有那么主意 我就不信了 林高总 你干嘛去 上院办呢 是啊 那你想怎么着 这事就黑不提白不提 你说这么吃不吃亚亏是吗 挺好的呀 就这样呗 唐玉珈 我觉得你让生后给洗脑了 我今天早上啊 本来也打算到院办 去把这事好好给他讲一点 但是今天早上 钟分长给我们所有人开会 他当着所有的面 给挨了齐心 那你为什么不当场拆穿他呢 听我讲完呀 我就看齐心那脸吧 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 他特别难受 他那个时候肯定白爪挠心 生不如死 然后呢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你说说有什么惩罚 比这个更惨呢 他每分每秒因为这个 他都在受尖啊 我的天哪 这还是我认识的唐玉珈吗 你什么时候变这样了 我这招很损吧 不是损 是太琢磨了 所以呀 坏人不能干坏事 得遭报应 嗯 报呗 反正报的是他又不是你 我也要报应 我爸今天早上来医院 知道我怀孕的事是骗他 你不是我说的啊 当然不是你说的了 我自己输入组里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啊 还怎么办啊 回家补锅呗 对不起 好 好好好 知道了 你说说你们两个 让我说什么好呀 好 老公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呀 我心里闷出来转转啊 大白天的 你喝什么酒呀 别喝了 吃菜 多吃点菜 少喝酒 他们打电话给你了 啊 刚刚小参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了一下 小参小参 他们结了婚是我们的女婿呀 老公 其实你应该这样想 你看啊 两个孩子呢情投意合 他俩结婚是早晚的事儿 既然把结婚证都领了 咱就别计较那么多了 啊 老婆 以前你说我总爱吹牛 自有为事 我一点都不服气 我现在知道是真的 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 被人嫌弃的老糊涂 谁啊 谁说的 谁说我老公是一无是处的老糊涂了 其实你应该这样想 两个孩子挺靠谱的 对咱俩也算贴心 靠谱 这就靠谱 他们结婚连家长都没有见过 这叫靠谱吗 你知不知道佳佳根本就没有怀孕 往我们装修那间婴儿房 买婴儿用品 天天想着做什么好吃的 给他补身体 我们两个真是神经病啊 老公啊 你做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但是你想一下 这天底下当霸道 有哪个不疼自己儿女的 佳佳他知道你这样想 肯定会难过死的 难过 他会难过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会难过 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把他养大的 碰在手里怕摔了 还在嘴里怕化了 可是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结婚了我们都不知道啊 隔壁邻居家儿子结婚 礼貌上的通知我一声 我自己女儿结婚我都不知道 我在他心目中还有没有地位啊 老公老公老公 你别这么激动 那两个孩子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要不这样 今天晚上我把他俩叫好 别 千万别 我自和不起 老公 你别这样说 你知不知道 我心好痛啊 我心好痛啊 你